不要看牠毛神神好得意 其實牠是美國最毒的毛蟲 俗稱貓毛蟲 是勇俄的幼蟲約三厘米長 不會主動咬人 看上去軟綿綿的毛髮其實是毒刺 點一下有機會持續劇痛十二個小時 有人形容這種痛法 就好像被滾燙的刀割傷似 留下好像燒傷的傷痕 足足三天才會痊癒 嚴重的話還會出診、嘔吐和發燒 1920年代,德州就曾經因為貓毛蟲為患 有學校要停課 在美國,這種以食杖樹和魚樹樹葉維生的毛蟲 主要栽生在南部和中西部的州份 但近日多了在東部福吉利亞州出沒 多個民眾被刺傷送丸 貓毛蟲的數量本身極受氣候 食物以及身處地點附近的寄生蟲多少影響 福吉利亞州的貓毛蟲數量急升 可能與當地變暖有關 但專家說有天敵蜥蜴在這裡 民眾不用擔心 如果情況失控 當局先會用殺蟲劑撲殺 有先電視記者陳月寧報導 我們會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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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鷹賺我們在用來看